hello大家好,我是倩哥 今天的视频是和大家分享我的8月爱用品 这个月的话就更新爱用品比平常更新的早一点 然后今天的视频呢 所有的爱用品都是国外的产品 就没有一个是国产的 然后有一点要和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大幕说 每个月都出爱用品,哪有那么多爱用品啊 实际上这样和大家说明吧 我看到一下油管的博主 油管的博主他们每月也会出爱用品 为什么会有每月爱用品这一说啊 主要是因为产品太多了 然后可能就这一个月我对这个产品 我用的我觉得不要顺我手 不要顺了我心 那它就会在我的本月爱用品里面 像我的话 如果你们大家仔细看啊 就是我的国产爱用品里面 没有底妆 然后也没有口红 也没有眼影 为什么? 因为这三类东西我都很多 我实在是挑不出来 尤其是国产的 真的真的挑不出来 尤其是眼影 我的眼影的话 这儿都白满了 然后抽筋里面有两项 实在是挑不出来啊 口红 实在是挑不出来 没办法 不是我不想和大家出 就是最爱的眼影 最爱的口红 我都是因为喜欢他们 才买他们的 然后让他们 让我挑出个一二来 真的 困难比较大 今天的爱用品都是国外的 然后因为我国外的产品不是很多 你让我挑一个 谁最好用 我肯定能做出个选择 好了废话不多说 如果大家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欢迎疯狂的弹幕音笔收藏 还有点推荐哟 好了废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正题 最后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底妆类的产品 因为现在是夏天嘛 夏天的话我比较喜欢用的是这个对胶 我夏天我比较喜欢用的是这个 Cover Girl的粉底 Cover Girl它是欧莱雅西夏的裁妆线 然后属于一个开炸裁妆 我国喜欢用它的原因是它的妆感够不便 然后头上脸呢也够轻薄 对 就比较薄 这个粉感是比较轻薄的那一种 但是我感觉我这个很长时间长呢 有一点水不分离的感觉 它涂开以后是一个完全霧面的 比较清爽比较薄 然后它的缺点是什么 不是它粉粗粗细细 主要是色料问题 还是有一点偏红 对于我来说有一点点点 然后颜色的话 我大好选择 要么过白要么过前 这是我看网上的评价 我用的话 这个色号的话是刚刚好的 但是就是有一点点发粉 但是我会用黄色掉的粉饼来综合一下 除了这一个的话 我还喜欢用的是 这个Integrate的这个粉底 然后它是液体状的 有人说它爆用 我个人使用的话 我还算比较喜欢的 我为什么很少在IONB 没有出现底妆的原因 是因为 没有一款底妆 我是十分满意的 我手里面的 没有一款底妆 我是十分满意的 反正我都能挑出他们的毛病来 只能说两者比较 我会更喜欢谁 那这一款的话 我更喜欢的原因是它够黄 日系的粉底的话 够黄 真的非常适合亚洲人 因为国产的粉底怎么来说呢 要么偏橘 要么偏粉 要么偏灰 就色料上总是插的那么一丢丢 但日系的粉底的话就是 自然色总是黑了那么一点 所以大家如果不是很黑的话 建议选日系的粉底 选一号色或者二号色 千万不要选最深色 买过的人都懂啊 真的很黑 之前我买那千匹的粉底 真的啊 可以当修容来用了 然后这个颜色的话 我选的好像是最白色 看不到色号在哪 我印象里面是最白色 然后应该还有那么一点 这个月用下来的话 估计也能把粉底用空灌 我只要是放假在家的话 其实化妆的频率还蛮高的 然后如果我每个月 每天都化妆 其实空瓶粉底液很快 这个粉底液我大概用了 你看四月份左右吧 用了四个月的时间 太快了 我争取这个月把它用空瓶 这个是个外面的妆效 有一点点光泽感 但是那个光泽感是我给它的 不是它本身的 属于比较轻薄的 然后脸上啥子不是特别多的 嗯可以 之前我买过那个RAMBO的粉底 嗯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我觉得粉太粗了 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产品的问题 然后阿南说 有可能是买在掌握了 我不知道正品是不是 因为是在网上找代购买的 嗯我找代购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反正我就觉得粉不成 那我比较喜欢的是 倩递这一款 倩递这一款 有1号色和2号色 粉是比较细的 妆感也比较细腻 然后呢 都会特别纷纷 会长变 会改在你妆哦 控油的话我觉得还好 没有散粉控油 散粉的话 我比较喜欢用国产的 然后这个散粉 这个粉病的话 我觉得 嗯很适合补妆使用 如果你缺一款 夏天用的啊可以 但是它的带妆时间就是 控油效果不是特别长 还是要不停的补 嗯如果你 皮肤不是油的厉害 混油的话应该用还不错 然后大家现在出了 这个新色号是紫色的 紫色的 紫色的我还没有录啊 一会儿录完视频就去下个单 因为我最近买了很多国外的产品 都是开榨的啊 那其发让的都有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什么 喜欢买 嗯 现在的这个粉病啊 推荐给你们了 我给我也使用 而且很便宜 然后它这个粉病有很多款 请认证 圆弧的 那个长方形的啊 不是很好用 我也有长方形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长方形的这个 不是好携带 粉色的话 它应该不是后膜的 摸起来要点那个润一些 我觉得粉波很好用 很延实的感觉 然后这个颜色 真的可以当羞绒男佑呢 给你们对比一下 一号色和四号色的区别 因为我的皮肤还是比较黑的 然后这个的话 我就选择了四号色 哈哈哈哈 是不是可以当羞绒男佑呢 这个四号色 千万不要选深色 我是捉死哦 我去买四号色 这个四号色真的可以当羞绒男佑 嗯 我外的话 我喜欢用KissMe的 但是KissMe的那个笔头 不是被我用坏了 这几天 所以我重新准备刹干了 在这和大家说 准备重新刹干回购 我不知道扔到哪儿出来 我好像已经扔了完 那皮肤不好画 画出来都是扎的 就KissMe的那一件别 好用是好用的 这样时间长了以后 那笔尖会开唱 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 我一个人有那么一个问题 反正就是会开唱 我喜欢用的是这个KissMe的 这个我用的话 就程度很好 就从早到晚 十几个小时都是卷翘的 但是这个卷翘的程度 因人而异 我用的话就一直都是卷翘的 但是别人用就不会 很奇怪 可能和本身的 你的头发的这个 柔韧度有关 就是毛发的柔韧度有关 像我用的话 时间还蛮长的 然后我这一款 好像是容易款的吧 因为我的睫毛比较少 所以我会买容易款的 三红的话实际上我更喜欢 NERS 但是NERS 有那个问题 我们就不推荐这样的品牌 以后就不分享这样的品牌 手上就有这种 政治上面有问题的品牌 大家也别认 因为你钱都花出去了 没必要和钱过不去 但是就作为博主来说 以后就不要再出现这样的品牌 就好了 大家也不要苛刻别人 你居然要什么什么样的品牌 问题是你是花了钱买的呀 你的钱别人已经认去了 但是产品在你的手上 今天有和大家分享的 是这个被淫飞的 蒲公英腮红 这个的话 很适合日常 然后它里面有带那种刷子 那个刷子把我用 扔掉扔掉 然后里面的这个腮红的话 它是带金粉的 哎呀 我给大家抹上手看看 对焦 这个金色的光 就视频里面拍不出来 然后是那种比较细的 有一点金粉在里面 和那里的那个不太一样 那里的那个金粉比较重 这个金粉感比较细 千万不要用刷子 它里面自带的那个刷子 那个自带的刷子 一刷 里面全都是粉 因为它这个 我买的是泥鸟 比较小 就算你买大的 一刷一次全部都是粉 然后这个比较适合日常 你喜欢淡砖 或者是充情 都比较适合的一款 然后接下来是眼影 对 我的爱用品里面 你从来看不到眼影 这也是有了 因为我国外的眼影 好像不多吧 好像有十几盘左右 剩下的都是国产的 那国外的眼影的话 爱用品我比较喜欢这一款 这个是BECCA的西色盘 然后这里面主打的是偏光色 一二三都是偏光 给大家抹一下 这个颜色是偏直 然后这个偏蓝 然后这个是红 然后给大家抹一下 就是这几个颜色 然后这个眼影的话 我最开始买到的时候 它表面有一层很硬 很干很色 但是你把它抹掉以后 下面的就非常非常的涩 我个人是最喜欢的是 这一个金色 实际上大家会 以为我喜欢这种偏光色的 实际上我最喜欢这个金色 这个金色啊 金棕色的眼影 在很多盘里面都能找到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一个 这个盘的话 这个眼影表面我已经用凹了 实际上我眼影很多人 被我用到凹了 真的没几个真的 真的没几个 然后它就算一个吧 我已经把它用凹了 这个颜色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接下来是口红的部分 我国外的口红 说真的也不多 然后我用了最多的是这个色号 Charlie 然后这个我是在天猫买的 然后我用了这么多吧 对 我比较喜欢 这个颜色的话 你厚涂秋冬 薄涂夏天 对我非常喜欢 然后它的自然是霧面的 如果大家是嘴巴比较干的人 不推荐你买 因为我发现 大家有一点对于口红方面来说 有一点区别对待 像Ruby Wu 真的真的很干 但是嘴巴干的人 他还是买吧 他就不觉得 但是放在国产上面 然后有一些口红说真的 我用在我嘴上 我真的不觉得它干 但是大家就觉得 好干好垃圾 我觉得有一点双标的存在 但是我也希望就是看视频的人 不要因为它是国外的东西 就对它包容性太高 不要因为它是国内的产品 就一味的贬义 我希望大家能做到相对的客观一些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